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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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赶快请我吃冰淇淋啊 我可是解决了你的大心病呀 什么心病 你的大心病是什么 我就替你解决了什么呀 你还不赶快谢谢我 你找到姓梅了 姓梅 谁是姓梅啊 我问你话呢 你怎么不回答我呀 你有话就说吧 我爸已经答应贷款给容生了 谢谢你啊 不用谢 你刚才说的那个姓梅是谁呀 这个你没有必要知道的 我 那你叫什么名字 朱姓梅 你说的那个姓梅是不是姓朱呀 你怎么知道的 原来是这样 你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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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小姐 苏伯母 怎么了 要回家吗 怎么了 告诉伯母 是不是少庭欺负你了 少庭呢 来跟我来 来跟我来 万云 伯母怎么称呼你 你不介意的吧 当然不会介意了 那好 来 坐 谢谢伯母 坐 万云啊 伯母 伯母就这么一个儿子 没有女儿 上次伯母一见到你 就特别喜欢你 今天怎么了 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了 说出来 在伯母这里 伯母不想让你受委屈 我 我只是 说吧孩子 伯母 朱姓梅到底是谁啊 朱姓梅 朱姓梅 太太 上茶 是 万云啊 少庭跟你说了些什么 少庭她什么都没有对我说 她什么都不说 那好啊 伯母来告诉你 朱姓梅啊 原来是我们谢家的一个下人 一个丫鬟 这件事情啊 少庭只是一石鬼迷心巧 现在姓梅也不在了 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不会的 伯母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去责怪少庭的 再说了 那个朱姓梅不就是个丫鬟下人吗 我相信少庭一定会把她忘记的 好孩子 说得好 她就是一个下人 她就是一个丫鬟 少庭很快就会忘记她的 不该提早 那是一个案子 还不许现了 不该帅她的 并不许现了 你这样做很好 你能这么快地把该忘的都忘了 一心钻研起自己的医学 有些事情我永远忘不了 我不管你忘得了还是忘不了 我是希望你能尽快地走出这个书房 妈 你放心 我肯定会走出这个书房 现在我已经决定去玛利亚教会医院 现在流行瘟疫有很多病人 还需要我的帮助 儿子 妈妈不反对你能成为一个 悬壶济世的好医生 年轻人吧 就应该有自己的理想 但是妈妈更希望你能 走出书房 走进容生 因为只有容生才是你的 也是我的 是我们谢家的天地 可妈 我现在只想救人看病 因为他们需要我 可是容生更需要你 难道你就这么人心 看着妈妈 一个人苦苦地在唱着容生吗 我答应你我去龙城看看 但是现在我必须要先去医院 你去吧 去吧 去吧 喂 很好养病啊 谢谢这个 谢谢 好 你 你呢 今天感觉还好吗 好 来点点 好 来点点 来点点 这个我来看吧 你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谢伯母告诉我的 妈 你看看这个吧 容生现在这么缺钱啊 现在刷厂的罢工虽然平息了 但是容生还是未及死 眼下我们得找一个最有力的支持者 也许魏家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少天 我们谢家只有和魏家联姻 我们才能获得魏家在银行上 对我们最大的资助 那我们的容生 才能真正摆脱眼下的危机 妈 你那意思上午跟婉英结婚 妈看得出来 婉英是真心对你好 我们和魏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妈可以向你保证 这件事情 你这辈子都不会后悔的 我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儿子 那明天 妈妈就替你到魏家提醒去 嗯 我是明白了 这是一个充满同臭味的婚姻 所以我不能答应 你不答应 那我不管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这件事情我说了算 妈 你叫我振作起来我做到 你叫我回荣生帮忙 我也去了 我也尽力了 我也希望荣生的工人衣食无忧 我也希望我能成其荣生的一片天 可你不能拿我一生的幸福做代价 我是为了商场好 可我也是为了你好啊 我不会把你往火坑里推的 不行 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 为主这件事 我做不到 你不答应 你还是不答应 不管你答不答应 还是那句话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这件事情我说了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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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